是 就快回的吗 舅太太万一回来了 我们可就小命难保了 我们还是赶快走吧 走吧 走吧 阿珠姑娘 我是让秦升给吸引过来的 那楼台里谈情的人是谁啊 那是我家公子的表妹 是慕容公子的表妹啊 快走吧 王姑娘除了我家公子 是不见外人的 走吧 走 快走 走啊 真快来了 快藏起来 给我起来 舅太太回来了 你们两个小贱人 还敢来我曼陀山庄 这次我绝不会轻饶你们 一起绑了 是 神仙姐姐 哪儿来的野小子 竟敢擅闯我曼陀山庄 真的是太像了 怎么和神仙姐姐 长得一模一样啊 就是 年纪好像大了点 哪儿来的野小子 这么不懂规矩 待会儿戴下去 砍掉他的手脚 再挖了他的双眼 割了他的舌头 送去做花肥 是 跪下 跪下 夫人饶命啊 夫人饶命 夫人饶命啊 夫人饶命 饶你性命也不难 马上回到家中 杀了你结发妻子 再把外面私交的苗姑娘 给娶了 我就饶了你 为什么 要杀了我的结发妻子啊 你已经有了妻子 就不应该再纠缠别的姑娘 既然花言巧语 把人家给骗了 就非得杀了你家中结发妻子 娶她为妻不可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要我杀了我的结发妻子 我实在下不了手 拖下去 剁成肉酱做花肥 是 夫人饶命啊 夫人 走 走 走 夫人饶命啊 王夫人 你不老实 我在外面没有女人 你为什么要抓我 因为你是杏段的大理人 杏段的大理男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全都盖上了 拉下去活埋了 是 走 王夫人饶命 王夫人饶命 简直就是荒天下之大谬 亏你和神仙姐姐 长得一般美丽 但内心却比蛇蟹 还要狠毒 还要凶残 我就是大理人士 而且还姓段 怎么 你也想杀了我 你也姓段 对 我叫段玉 大理有那么多姓段的人 难不成你还杀得完 滥杀无辜的人终遭天谴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先遭天谴 行 走 走 快走 开始不开 快走 小茶 这两盆满月来之不易 把他们放在阳光下 好好晒下太阳 是 记住 要多加一些肥料 是 不懂山茶 却偏要种山茶 只可惜 这样的佳品 落在了你的手上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我告诉你 这叫鲍铁天雾 鲍铁天雾 本庄名叫曼陀山庄 这庄里庄外 种满了曼陀罗花 你放眼望去 这茶花开得何等灿烂 你居然说我不懂茶花 那些个雍枝族粉 你让他粗生粗长的就行了 可这两盆白茶 你连名字都能叫错 更不要说了解他们的喜性了 这白茶不叫满月 那叫什么 夫人 您若想请教呢 那多少应该得有个请教的样子吧 夫人 这两位姑娘呢 把她们都松绑了 这白茶不叫满月 那它到底叫什么 这白茶嘛 分明是两种 这一盆叫红庄素果 而那一盆叫抓破美人脸 抓破美人脸 怎么会有花叫做抓破美人脸 你该不是在骗我吧 你说我命都已经在你手上了 我怎么还敢骗你呢 那你倒是说说 为什么这一盆叫红庄素果 而这一盆就叫抓破美人脸 夫人 您仔细看 这区别就在于 这红庄素果呢 它的白半上染着红蕴 而这抓破美人脸嘛 是因为它白半上 有一丝丝的红条 这就好比 白白净净的美人脸上 有一条条的红线 那肯定是 给人打架的时候 被人抓的了 不叫她抓破美人脸 叫她什么呀 是不是 夫人 原来如此 夫人 你还没见到红丝多的呢 红丝多的就叫做 蚁蓝椒 蚁蓝椒 夫人 您想一下 凡是美人 当然是温敬贤雅 端庄大方的了 要是脸总被抓破了 也就说明这个美人 成天要打要杀的 凶恶无比 俗话说 相由心生 一个女人如果心里不美的话 那脸上啊 也肯定美不到哪儿去 大胆 你竟敢讥讽我 夫人 夫人 您可千万不要对豪入座呀 来人 把她押下去 让她在曼陀山庄 当一辈子的花奴 是 夫人 走 走走 舅太太 走啊 舅太太 舅太太 你们俩的账 我还没来得及算呢 我堂堂的一个大骊阵男王世子 却在这里沦落成了一个小小的花奴 可叹 可悲 可气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离开这里才行啊 就算淹死在太湖里 也不能在这儿当一辈子花奴 得找她阿珠阿碧 带上她们一起逃走 这盆放那儿 这盆放那边 放那边 把姓段的小子找来 夫人吩咐了 以后这些贵重的花 就让她伺候 是 盗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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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吧 盗公子 盗公子 你出来吧 盗公子 盗公子 你在哪儿啊 快出来啊 快出来吧 盗公子 你在哪儿啊 快出来啊 盗公子 盗公子 你们 小姐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臭小的跑过来啊 这里就我一个人 我什么也没看见啊 怎么一转眼的工作人就没影了呢 真奇怪啊 既然这里没有人 你们还是赶紧到其他地方去找 要不然我娘怪罪下来 你们可就遭殃了 好 小姐 如果有人闯进来 你就叫我们 好 神仙姐姐可真是个好人啊 你们去吧 走 端公子 快出来 来 神仙姐姐 谢谢你了 什么神仙姐姐 我就是一个大活人 不是神 也不是鬼 可是 我不叫你神仙姐姐的话 那叫你什么呢 你就喊我王姑娘就行了 不行不行 天底下有成千上万的王姑娘 就这么普通的一声王姑娘 又怎么能形容 一位长得像天仙一样的姐姐呢 你这个人还真是有嘴滑舌 该不会是孔义复健吧 不是 不是 我是真心觉得 姑娘你长得非常美丽 我也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心里的真实想法罢了 怎么说呢 明花倾果两相欢 当年李白用勺药花 来比喻杨贵妃的美 如果李白见到姑娘你的话 就知道杨贵妃 她远远不及你了 可是你又没有见过杨贵妃 你怎么知道杨贵妃就不及我呢 众所周知 杨贵妃是出了名的胖美人 可不像姑娘你花蓉月貌 浓仙和肚 京世绝艳 倾国倾城 难道说你表哥慕容公子 我